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家里一桩容易质朴颜色的床单 家里床单的颜色不宜过火于厚重 假设床单是藤月艳丽的颜色 图案一朝一夕随便招致住户心境烦躁 容易质朴或是斑纹图案是洋宅床单中最好的选择 能够让人们的心态变得宁静下来 而且还能够给人们带来轻松的效果 三 床单颜色与八字 家具中床单的风水也可根据主人的八字来决意 例如 阳命火象人洗用的方位是西南 洗用的颜色为橙色 假设阳宅的床单为橙色 如此倡议橙色为阳宅的主打色 床单以橙色为主可繁茂主人的运势 四 家里一桩契合命理的颜色床单 在风水学中 选择床单的颜色十分合适分离主人的命理 这样选出来的床单才有异于主人的运势 例如命理洗墓之人 床单颜色就可以思索淡绿色 命理洗土则适合选择橙色 土橙色系的颜色 二 用什么床单风水不好 一 记用红色 红的床单会导致居住者失眠 患有神经衰弱的人记用 而且不难发现 一般都是新婚的夫妇才会使用红色的床单 能够为房间增添喜庆 而且还能刺激神经 增加肾上腺素分泌 加强体内血液循环 但若是红色接触过多豪华 就会让人产生非常焦虑的情绪 所以对于睡眠不安稳的人来说 不宜使用红色的床品 不然就会加重病情了 二 记用金黄色 金黄色的床品容易造成居住者的情绪不稳定 像是患有抑郁症和狂躁症的人是禁用的 是万万不能使用 这些人比较适合使用嫩绿色的床单 能够让精神放松 对于紧张的情绪有一定舒缓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 家中床单的颜色一淡雅 三 记用粉红色 再就是粉红色的床单 如果说你是一个青少年的话 那么你选择一个粉红色的床单是完全没问题的 毕竟处于花季的少女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公主 那么跟公主配比的颜色肯定就是粉红色了 粉嫩粉嫩的看起来比较好看 但是如果你是新婚夫妻的话 那么建议大家能轻易还是不要选择粉色的床单好一些 因为从风水学上来考虑的话 粉色是寓意着桃花 如果说夫妻之间出现桃花的话 那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征兆了 四 记用紫色 紫色是比较适合工作上女强人的 有一定优势 比如说它可以使人的心情从不稳定的状态 到一种稳定的状态 但是它却会影响到人的心脏系统和神经系统 让你出现神经紊乱 心脏受损 身体技能下降的情况 所以说对于一些有心脏病 或者说是心脏潜在危机的朋友 建议大家轻易不要选择紫色床单了 二 用什么床单风水好 一 移用带花床单 带花草图案可以帮助提升情感运势 如果本主的情感运势表现不佳 那么尝试使用一些带花草的床单被照图案 可以帮助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 对于改善本主的个人魅力指数和异性缘 都会有一定的作用 因为花草本身就比较疑情 常常使用这种图案的床单 本主也会更加浪漫懂得生活 因此情感运势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提升 二 老年人移用蓝色 蓝色是天空大海的颜色 看到蓝色就会有自由广阔的感觉 在风水上对于患病的人有促进健康的作用 如果老人患有高血压或者心脏方面的疾病 在卧室内铺上蓝色的床单可以有效地缓解 三 移用白色床单 在风水上白色代表着纯洁 是很好的招财颜色 家中卧室换上白色的床单 可以聚集财气 为主人招财劲宝 而且白色给人干净整洁的印象 对于已婚的人来说 还有利于夫妻关系和睦 家庭和谐 能够获得幸福美满的生活 四 移用绿色 在风水学中 北方位五行属水 主人礼节应酬 影响着人的创造灵感和社交才干 而绿色代表朝气蓬勃 因此家里北方的床位 合适用绿色的床单 在北方位的床铺上 铺上绿色的床单 能为屋主的人际关系 带来正面的影响 移用动物图案 带有动物昆虫等图案 可以帮助提升采运 动物图案灵动形象 如果本主的财富运势最近比较低迷 不妨试一试换成动物图案的床单和备照 从风水学上有利于提升本主的偏财运势 提升贵人员 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时候 使用动物图案的床单 可以获得贵人金钱上的帮助 让财富运势慢慢得到提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动物图案需要选择一些温和的动物 比如兔子、飞鸟、蝴蝶、鱼、凤凰等图案 这些图案既可以为家居环境带来更好的体验 也有助于改善逾越本主的心情 而一些蝎老虎豹等凶猛动物的图案 则会破坏家居风水 并不会带来好运 五、移用几何图案 带有几何形状的图案 也可以帮助事业运势提升和发展 几何图案代表着逻辑思维 使用这些图案可以帮助本主 做事更有规律和计划 尤其是对于一些有拖延症的人 使用几何图案能够帮助他们提升工作效率 改进工作思维和方式 在工作上表现更积极、更有动力 但是几何图案的选择 也需要尽量选择一些规则的 整体感觉不太复杂的图案 因为一些毫无秩序的几何图案 不仅不会带来美感 还会让人变得烦躁压抑 会在阻碍运势的提升 六、移用卡通图案 带有卡通图案可以帮助改善心情 如果家庭气氛不佳 每个人都心事重重 那么可能是生活压力太大 选择卡通图案的创单 可以活跃家庭氛围 让本主的生活充满想象力 内心也会更加纯粹 有助于改善本主的心情 改善家庭沉闷压抑的气氛 提升家庭整体运势 特别注意的是 人类有某些特定的颜色 确实会产生一些焦躁不安的坏情绪 所以我们在选购床单时 应该尽量避免这些颜色 选用那些让人舒服 心旷神怡的颜色更为恰当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